血型决定寿命长短,上海交大研究发现,B型血60岁前或更易心梗,李大爷坐在长椅上望着远处嬉戏的孩子们,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忽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,张大妈匆匆跑来,气喘吁吁地在李大爷身边坐下,他神色慌张,手里紧钻着一张纸,老李啊,你看看这个。 他颤抖着将纸递给李大爷,李大爷接过纸,纸见上面写着几行字,血型与寿命相关,B型血人群虚警惕,他皱了皱眉,疑惑地看向张大妈,张大妈焦急地解释道,这是我儿子刚发给我的,说是什么上海交大的研究结果,我家老头子就是B型血,今年刚好60岁,你说,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有危险? 李大爷仔细端详着那张纸,若有所思,他想起前几天在社区活动时听到的一则新闻,似乎与此有关,那时他并未在意,可如今看来,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,别着急,老张。 李大爷安慰道,咱们先别慌,仔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,张大妈点点头,稍稍平静下来,两人决定一同前往社区图书馆,查阅相关资料,以求真相。 在图书馆里,李大爷和张大妈翻阅了大量医学期刊和健康杂志,他们发现,血型与健康的关系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,一篇发表在中华新血管病杂志上的研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 该研究表明,不同血型人群患某些疾病的风险确实存在差异,特别是对于心血管疾病,B型血人群似乎面临更高的风险。 张大妈忧心忡忡地说,这么说,我家老头子真的更容易的心梗。 李大爷摇摇头,指着文章中的一段话,你看,这里说了,血型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。 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、运动情况等都很重要。 他们继续查阅,发现了更多有趣的信息。 中国血液流变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,B型血人群的血液粘稠度相对较高,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。 不过,研究也强调,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导致疾病。 李大爷和张大妈陷入了沉思,他们意识到,健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单一因素。 正当他们讨论时,一位年轻人走了过来,他自我介绍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,恰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 年轻人解释道,血型确实可能影响某些健康风险,这与血型抗原有关。 不同血型的人体内有不同的抗原,这些抗原可能影响凝血因子、炎症反应等。 他接着说,比如,有研究发现非欧形血人群患境外血栓栓色症的风险更高。 这可能是因为欧形血人群因子和凝血因子VE水平较低,张大妈听得一头雾水,李大爷则若有所悟。 年轻人健壮,笑着补充道,虽然听起来很复杂,但重要的是要明白,血型只是众多因素之一,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健康的关键。 受到启发,李大爷和张大妈决定进一步了解如何保持心血管健康。 他们查阅了《中国循环》杂志上的一篇综述,其中详细介绍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方法。 文章强调,无论血型如何,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都至关重要。 这包括均衡饮食、适度运动、戒烟陷酒、控制体重等。 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,定期体检和血压监测也很必要。 张大妈恍然大悟,原来是这样。 看来我得督促老头子多运动运动,少吃点油腻的东西了。 李大爷点头赞同,没错,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关键。 不过,定期体检也很重要,可以及早发现问题。 他们还了解到,中国有关血型与疾病关系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。 例如,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报道了一项探讨Obo血型与二型糖尿病关系的研究, 为血型与代谢性疾病的关联提供了新的思路。 随着了解的深入,李大爷和张大妈逐渐放下了最初的焦虑。 他们意识到,虽然血型可能影响健康风险,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, 完全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抵消。 离开图书馆时,夕阳已经吸血,李大爷和张大妈漫步在回家的路上, 心情轻松了许多,张大妈感慨道,今天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, 我得把这些告诉老头子,咱们一起努力渐渐康康地活着。 李大爷笑着说,是啊,知道这些很好,但也不用太紧张, 咱们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 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 两位老人相试一笑,继续着他们的散步,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们身上, 仿佛给这个充满收获的下午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号。 他们明白,生命的长短不仅仅取决于血型, 更在于如何珍惜当下,活出精彩, 无论是B型血还是其他血型。 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 就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回到家后,张大妈立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, 分享了今天的所见所闻。 她决定从明天开始和老伴一起晨练, 改善饮食结构,定期体检。 李大爷则回家翻出了尘封已久的血压计, 开始记录自己的血压变化。 她还计划邀请小区的邻居们一起组织健康讲座, 分享今天学到的知识。 就这样,一条关于血型与寿命的消息, 引发了一连串积极的变化。 小区里的老年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, 互相鼓励,共同进步。 他们明白,真正的长寿秘诀不在于先天的血型, 而在于后天的努力。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积极乐观的心态。 珍惜眼前的每一天,这才是延年益硕的真谛。 健康是一辈子的事业, 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和坚持。 科学理性地对待每一项研究结果,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判断, 才是明智之举。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长短, 而在于如何珍惜和把握。 无论是什么血型, 只要我们用心生活, 就能谱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乐章。